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一千三百九十六集 万劫魔术结合乾坤造化与蝶 倒是一个不错的战斗手段 秦晨微微一笑 他一抬手 顿时苍原图被他一下子收敛在了手中 如同一只小鸟一般 还想扑腾翻飞 要逃离这里 但是被秦晨副手一振 就乖乖地不动了 同样地扔入到了乾坤造化与蝶之中 陈少 最终还是让你出手了 思思有些无奈地说道 秦晨笑了起来 这是因为啊 对方拥有苍原图这等宝贝 否则啊 你魅惑之术施展 普通天圣恐怕直接陷入到了幻树沉沦之中 任人宰割了 等我将这苍原图炼化了 就送给你当礼物 由此宝物 你以后的力量不更强呢 有了乾坤造化与蝶 秦晨对苍原图这等宝物 并没有太大兴趣 走 他身子一卷 收起了绝星天 和陈思思瞬间冲出了无尽地 而后朝着荒谷废墟迅速地飞掠而去 秦晨 我们现在是回广寒府吗 思思问 不着急 先去神谷盟 之前那神谷盟那几个家伙 直接抛开本少 本少还没找他们算账呢 秦晨冷冷说道 这神谷盟也是死灵狱中顶级势力 不将这神谷盟收入囊中 那也太对不起我来一趟死灵狱了 秦晨身形在荒谷废墟迅速地飞掠 并且催动乾坤造化雨碟 恐怖的空间力量弥漫出去 很快地就被他找到了 神谷盟一个空间传送点所在 这应该就是神谷盟空间传送站的一个节点 现在神谷盟的高手 应该在某一个秘密据点 通过这个传送站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他们总部所在 也可以节省大量的飞行时间 不过还得先去幽都城看一看 秦晨一步跨入其中 顿时传送站启动 带着秦晨迅速消失 神谷盟的传送站 本来是十分隐秘的 但是 以秦晨的修为 结合乾坤造化雨碟 再加上他的震道修为 找到传送站 并且激活 并不是什么难事 秦晨的身躯 在传送站中飞掠 每一次传送 都掠过无数万里的虚空 十分的自如 而通过传送站 秦晨很快来到了幽都城 秦晨 秋水父盟主 不是说你已经死在了荒谷废墟中了吗 难道你没死啊 一进入神谷盟分部 其中一个之前接待过秦晨 如今留在幽都城分部的神谷盟高手 吓了一跳 脸色苍白 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 眼珠子都能翻起来 什么我死呢 秦晨冷笑着 我不是活生生的在这里 我秦晨能够轻易被人杀死吗 秋水真人他们呢 现在在哪里 难道我没有死 他们倒是被镜湖真人他们追杀死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管事回过神来 确定是秦晨 眼中有着震撼 秋水盟主他们已经回到神谷盟中了 不过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都去请示盟主大人了呀 应该是在总部召开高层会议呢 如果你要见他们 我可以去通报啊 不用通报了 我直接去你们神谷盟的总部 这次你们神谷盟情报失误 说是追踪觉醒天义人 结果一下子出现了三大天圣中期将军 幸亏我实力无边 破开空间禁锢 给旭丰镇人他们 尸产了破空佛的机会 让他们先行逃走 否则你们神谷盟这一次 就要分崩离极 元气大伤 你们神谷盟是怎么办事的 在总部召开高层会议更好 我正好闯进去质问一番 秦晨的态度十分的强硬 如果不是他出手 旭丰镇人早就已经被困死了 但是对方的关键时刻 并没有舍弃一切救自己 反而是在关键时刻自行逃走 武者趋吉避凶 秦晨自然没什么意见 毕竟双方交情还没到那种地步 如果他死了 也就是死了 但是他现在修炼成了盖世天圣 自然要前来质问一番 如果神谷盟不给他一个交代 那他就要动些手段了 反正他现在已经收服了 绝星天等三大强者 如果再收服着神谷盟 掌控死灵域的机会将会大大提升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神谷盟盟主再强 也不会去场 有了这样的底气 什么危险境地都如入无人之境 走 带我去总部 秦晨直接卷住那管事 那管事只是半步天圣 立刻就觉得动弹不动 只能按照秦晨的吩咐 告知总部的位置 秦晨立刻进入到传送阵 阵法一催动 天旋地转 几次传送就进入到了 神秘的神谷盟总部秘密之地 那管事是看得目瞪口呆 神谷盟总部可谓是禁止重重 就算是他也要传讯上头 才能够传送过来 如果硬闯的话 盖世天圣都会身陷其中 被无穷的禁止缠绕 困死在这里 但是啊 清晨根本就全部都无事 好像这些禁止根本不存在一般 游走在空间虚幻之间 热和禁止都无法发现他的行踪 甚至在他催动传送阵的时候 这些禁止都老老实实 一动不动 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威压 镇压了一般 神谷盟总部 隐藏在神秘的时空深处 并不在死灵域任何一个城池中 而是在死灵域 一个人际罕至的危险虚无空间之中 这里是神谷盟最为神秘的地方 说是总部 其实并没有任何办事人 而是一个神秘的修行之地 任何顶级高手 想要进行突破 便会来到总部之中 受到无数的强者护法 甚至啊 神谷盟中 一些宗迹毫无的老牌强者 也都在这里隐聚 此时此刻 旭风真人 秋水真人 柔谷仙子 风无量 谷真人 歇美人 西月真人 七大高手 都在其中盘膝而坐 除此之外 虚空之中 还显现出了一些 盖世天圣的虚影 浑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力量 这些啊 都是神谷盟的高层 一些退下来的分盟主 一些隐世的老怪物 而在最上手的 是一尊 灰弘的身影 竟然是散发出了 天圣中旗般的雄魂气息 正是神谷盟的盟主 天意到着 虚风真人 这次确实是我们 神谷盟的情报失误 居然没想到 觉醒天 镜湖真人 空虚老人 三大高手 会联手针对我们神谷盟 导致你们神险危静 差点身云倒霄啊 神谷盟盟主开口的 还好你们都活着回来了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回头我将开放 神谷盟禁地 你们可以进入其中修炼 弥补身上的损失 天意盟主 此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脱身 都是万古楼的秦臣少侠 撕裂藏原图围困 并且孤身断后 给了我们施展破功夫的时间和机会 不过 这次他肯定是彻底死了 没有半点的悬念 我们不知道 该怎么向万古楼交代啊 秋水真人叹息了 交代 其实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这次是他自己找上门来 寻找自己的女友 结果石韵不佳 被斩杀在这里 只能算是命数不好 要不是我们杀的他 回头我会向万古楼传讯 最多给予一些补偿罢了 天意盟主 这恐怕不妥吧 那秦臣毕竟是因为我们神谷盟的人死 而且他如此年轻 便是万古楼的客亲 恐怕来历不凡 就怕万古楼不会善罢甘休啊 秋水真人的 哼 一尊高层愣愣的 秋水真人 你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对方是因我们二死啊 这是他自己要进入荒谷废墟的 难道还是我们绑架的不成吗 再说了 那万古楼在广寒府市强 但是和我们神谷盟也只是合作关系 还管不到我们神谷盟身上 难道死了个把人 难道还有我们神谷盟一命换一命不成 盟主 诸位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那秦臣之死 也算是我们神谷盟引起的 而且最后关头也算是救了我们 我们神谷盟有必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告知万古捞真相 让他们派遣高手前去 前去荒谷废墟 甚至我们可以连同万古楼的人 在荒谷废墟演化时空 看看有没有残留他一丝灵魂气息 重新凝聚出一道魂光 好让他转世重生 再世为人呢 旭风真人呢 什么 让万古楼的高手来我神谷盟 并且还要我们演化时空 寻找他的灵魂气息 凝聚魂光 旭风真人 你也是我神谷盟高手 难道不知道这代价是什么吗 演化时空 就算是盟主大人也做不到 需要我们燃烧圣元 然后献祭无数的宝物 花费的代价之大不可估量 而且还要那秦晨残留的灵魂气息 才能重新凝聚 否则就是白费力气 一名神谷盟高层冷闹 那绝星天三人什么人物 被他们斩杀 岂会有灵魂气息剩下 那秦晨一个小小人物 哪里值得我们神谷盟 耗费这么大代价 这神谷盟高层很是愤怒 觉得旭风真人和秋水真人 真是太不懂事了 没错 我们别再为那个叫秦晨的小子 修情了 他死在这里 只能算是倒霉 凝炼魂光这种事情 别说是那小子了 就算是你们死了 甚至我死了 也享受不到那样的待遇 这件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又是一个高层 冷冷的道 现在当务之急 是如何解决 绝星天 井湖真人 同须老人联手的事情 这三大巨头联手 对我们神谷盟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这件事是我们神谷盟现在最熟要的大事 可是 那秦晨毕竟救了我们呢 秋水真人还想说什么 却是被风无量一下子打断 不耐烦呢 秋水真人 什么叫秦晨救了我们 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自救吗 破空缝哪来的 还不是盟主赐予的 还有 我等为了活命 哪个不是燃烧了寿命 体内力量大大损伤啊 功劳都归在了那小子身上 我问了啦 你 秋水真人语气一致 却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现在秦晨已死 他总不可能为了一个死人和整个盟里闹饭吧 哎 秋水真人和旭风真人只是摇头叹息 好了 旭风真人 秋水真人 你们两个也别争了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啊 又是一个天圣高手摇头的 那个秦晨毕竟是个外人 我们不可能耗费太多的代价 而且这一次我们神谷盟自己也面临危机啊 如果不是盟主大人突破了天圣中旗 恐怕我们现在直接就要分道扬镳各自逃命去了 就算是盟主大人突破了 我们神谷盟的危机依旧没有解除 还需要盟主大人运筹威吾 想一个万全之法呢 诸位不用担心 本盟主知道消息之后 已经第一时间传讯给了几位好友 号召他们一起过来联手对抗决心天三人 诸位大可放心 神谷盟天意盟主 淡淡说了 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仔细调查情报 一有觉醒天几人消息 必须第一时间传讯给本盟主 都散了吧 诸位高层都灰灰上 等有了觉醒天的消息 我们再布下天罗帝王 暗中灭杀他们 绝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出手的机会 现在诸位都坐镇自己的位置去吧 散了散了 就散了吧 原来我秦晨的命这么不值钱 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定夺下来了 轰隆一声 神谷盟总部突然颤抖了一下 秦晨的身体出现在了这片虚空之路 大秀一甩就已经将带路的管事 放倒在了地上 秦晨 你还活着 怎么可能啊 你逃过了决心天的追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三大高手的手掌下 盖世天圣都无法活下来 更不用说你一个半步天圣了 七大盖世天圣 各个大吃一惊 差点蹦了起来 震撼的无以赴降 眼珠子都快到凳爆掉了 但是他们不得不相信 因为秦晨真实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怎么没有接到通报啊 是谁给你进入我们神谷盟总部的方法呢 一尊大高手 突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秦晨一个外人 竟然能够悄无声息地进入到神谷盟的总部 他们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简直是非同小可呢